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很高兴在今天 我们再次借着活泼的生命 来思考神的话 愿神的灵借着圣经的话 来建造我们的生命 今天的经文是 《撒木耳记下》第21章1到14节 《撒木耳记下》第21章1到14节 大魏年间有饥荒 一连三年 大魏就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说 这饥荒是因扫罗 和他流人血之家 杀死饥变人 原来这饥变人不是以色列人 乃是亚摩利人中所胜的 以色列人曾向他们启示 不杀灭他们 扫罗却为以色列人 和犹大人发热心 想要杀灭他们 大魏王召了他们来 问他们说 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 可用什么赎这罪 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 饥变人回答说 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 并不关乎经营 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 杀一个以色列人 大魏说 你们怎样说 我就为你们怎样行 他们对王说 那从前谋害我们 要灭我们 使我们不得再住 以色列境内的人 现在愿将他的子孙 七人交给我们 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 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 拣选扫罗的基比亚 王说 我必交给你们 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 指着耶和华起事结盟 就爱惜扫罗的孙子 约拿丹的儿子 米菲颇舍 不交出来 却把爱亚的女儿 利斯巴 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 亚摩尼 米菲颇舍 和扫罗女儿 米贾的姐姐 给米和拉人 巴西来儿子 亚德烈 所生的五个儿子 交在鸡变人的手里 鸡变人就把他们 在耶和华面前 悬挂在山上 这七人就一同死亡 被杀的时候 正式收割的日子 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爱亚的女儿 利斯巴 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 从动手收割的时候 直到天降雨 在尸身上的时候 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 落在尸身上 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 前来遭见 有人将扫罗的妃嫔 爱亚女儿 利斯巴 所行的这事 告诉大卫 大卫就去 从激烈亚比人那里 将扫罗 和他儿子 约拿丹的海骨 搬了来 是因非利士人 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 将尸身悬挂在 博山的街市上 激烈亚比人 把尸身偷了去 大卫将扫罗 和他儿子 约拿丹的海骨 从那里搬了来 又收敛 被悬挂七人的海骨 将扫罗 和他儿子 约拿丹的海骨 葬在汴亚民的喜拉 在扫罗父亲 激世的坟墓里 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 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好汉做事好汉当 这句话听起来 豪情壮志对吗 可是这句话 有时候也忽略了 罪的影响力 当年的扫罗 他执意 不顾念鸡变人 跟约苏亚所立过的约 他为了迎合百姓 对鸡变人的厌恶 他竟然犯下了 流无辜人血的罪 甚至欺压他们 这件事不但伤害了鸡变人 也陷以色列民于不义 要知道毁约背信 也是神所厌恶的事 以至于在大卫做王的年间 竟然经历了连续三年的饥荒 经过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问耶和华 他才知道各种的原味 于是大卫就招了 鸡变人来 希望能够借着赎罪之举 来消弥干旱的咒诅 要知道罪的代价极重 有时候更有可能会祸言子孙 往往成一时之快之后 却得用好几代的苦难 来作为代价 约束亚当时奉神的名 答应了鸡变人 绝对不会让他们遭受 像其他的迦南人一样的苦难 遭受被灭绝的命运 虽然当时其实是鸡变人 使用诡计来诱使约束亚 跟他们立约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 是指着神的名启示的 所以他们就得遵守这个誓约 更何况这整件事情 是因为保罗他自己被约 他发错了热心 他迫害了鸡变人所导致的苦难 当大卫求问神以后 决定用补熟的行动 来化解灾难的咒诅 他就让鸡变人开出条件 毕竟解灵还需系灵人 最后大卫就将扫罗的七个子孙 交给了鸡变人 但是因为大卫曾经跟约拿丹 有过约定 所以他就故意越过了约拿丹的儿子 米非波社 不把他交出去 当年透过了七个人的偿命 跟赎罪才化解了这一场 获言子孙的苦难 在今天看来十分的不合理 但是神却借着这件事 让我们学会 我们应该要看重神所看重的 就是信实守约这件事 因为神自己就是信实守约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今天重新解释这件事 即便人的事件 是发生在扫罗作网的时候 但是神的管教 为什么到了大卫年间 才嫁给以色列的百姓呢 即便人当年是被发错了热心 属乎血气的扫罗王所杀害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 却要由这位合神心意的大卫王 来负责呢 其实这个管教的目的 不单单是为了惩罚 而是要在大卫建国之初 就要大卫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要洁净神的国度 他必须除掉百姓中间的罪 因为不管是谁作王 凡是得罪了神 亏欠人的 这样的事情都会使神的国度 受到不良的影响 整个受管教的是属神的百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也让我们今天 这些属神的儿女 我们要认清罪的可怕 因为我们的过犯 跟我们所犯的罪行 所牵连的不单单只是当事人 而罪的咒诅 跟罪的捆绑 唯有借着赎罪记 以及补赎的行动 才能够化解 当我们的生命中 遭遇了莫名其妙的患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学会 虚心地来求问神 我们要找出真正的原因 我们要知道 如何将生命的破口 以及罪的根源堵住 并且消弭这一切的痛苦 我们应该要避免 因着我们个人的罪 因着我们的任意妄为 而影响了我们周遭所爱的人 甚至无辜的人 我们必须要看重罪的影响性 要谨慎做每一个决定 我们更不能轻忽 罪所影响的 不会只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谨慎来面对这件事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 透过历史 透过不同的事件 我们看见罪的严重性 主我们也再一次地看见 有时候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是因为罪影响的 往往不只是当事人 甚至会影响到周遭的环境 当使主亚当夏娃犯罪 地也受了咒诅 就不再效力 今天我们也必须看见 我们一个人的罪 很可能影响的不单单是我们个人 也影响了我们的家庭 影响了我们所爱的人 甚至影响我们身边许多无辜的人 这让我们学习 愿意谨慎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谨守遵行你的道 使我们的心不偏于邪 并且让我们学习 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谨慎 并且行在光明中 愿你指教我们 也帮助我们知道 罪如果没有经过补熟的行动 如果没有赎罪的计 罪就没有办法得到处理 但是我们谢谢你 在加略山的十字架 你为我们献上那完美的赎罪计 使我们能够因着来到你的面前 接受你十字架所补熟的计 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紧紧地与你同行 使我们不任意妄为 以至于我们再一次地得罪你 也伤害了我们身边的人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